黃土伴水沙時被大水沖刷而下 宛如颱風天的駭人場景 就出現在金三的三界潭路 柏游馬路整片被泡在水中 積水深達一層樓 原本的河道跟馬路難以辨識 另一邊兩輛小轎車泡在水中 載輔載城 剩下車頂依稀可見 這個幾點段 必要的安全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前 遠景拉起封鎖線在黃溪橋附近 狀況更加慘烈 上午就一被大水淹沒 經過半天不斷沖刷 整座橋竟應聲斷成兩截 暴雨襲擊北海岸 多處公路無法通行 靠近淡水地區的台二線 淡金公路攤方 往陽明山方向的陽金公路 則有兩處中斷 金山的黃溪橋整條斷裂 也有隧道前 雙向封閉 在貢寮區佛珠領下坡路段 大型貨櫃車四輪朝天 翻覆在山坡上動彈不得 司機因大雨視線不良 險些翻落邊坡衝入海裡 短短幾小時的強降雨 讓秀麗的北海岸瞬間滿目瘡疑 記者朱丁龍 謝維宜 SNG小組基隆 新北市報導